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炭爛韭菜 本頻道會分享股票分析 心靈成長以及財商知識 希望能夠藉此幫助到大家 讓各位的生活不斷的成長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爛韭菜 我是Norad 好那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華邦店跟這個 旺虹 對 那還有分析一下 就是 航運股 部分 因為有在最近是發現的 就是這個 谷狗網 那他的這種 夜市的這個資訊 就是 更加的 清晰 然後我 就是 大概就是透過一些 籌碼 那還有一些 價格 那來判斷說 那哪一檔 股票是 比較 可以買進 那譬如就是 華邦店跟 萬宏 就是 會比較想要買進哪一檔 就是去做出我自己對這兩檔的分析 這樣子 那還看了一些數據之後 那就是 得到了一些 就是 一些 航運內股之前沒有看到的一些資訊 對那 主要的話 原本 原本 是只想講華邦店跟 萬宏 那 就是 那就是想要講這個 草籠航和這個 華航 那就想說 那就順便其他檔 就是 有在觀察 都一起看一下 這樣子 那 我看一下 是說 為什麼會想要 講 這個 草籠航和華航 因為我看到了這個 這一篇 就是 講說 這個 他是 podcast 就是 這個航空產業鏈重整 那 誰是贏家 那我自己是 沒有去 我沒有去 聽 對那 我就想說 那他有講 這個那我自己其實也 自有觀察 兩檔 就是 華航跟草籠航 所以 我也想說那我也來講一下我自己的 看法 因為在禮拜五的時候華航其實是有 破了這個 17元的 好 那就一樣我來 來講一下 目前 就是 這個 大盤之後的 看法 那這一部 影片我不知道會多久 那我一樣會放時間走在底下 讓大家比較 可以去切自己想看的部分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我在這個 禮拜 四晚上的時候夜盤 我就跟大家說我在這個地方 我去觀察了 一下之後我才決定說要 錄影片 不然我會覺得說那如果大盤一直往下走 這個很多股票的 支撐 就感覺都是屁啊 對啊 股票都一直下殺那些大戶他們 其實 他們有在守 但是他們知道說有更好更甜的價格 去接 那我何不 何不就是繼續等 因為反正散物會繼續賣 那 我就慢慢接 接現貨 那我 接現貨賣 期貨 反正就是 有很多種操作的這個策略 對那 我是在觀察這個美股開盤之後 就是晚上9點半之後發現說他 有 這個 就是 在下午的時候他就是殺到 又多殺了200多點 對 快要到300點 那之後 又反彈上來 對那 那時候就有跟大家說他的壓力就 會大概落在 16420左右 那 我在禮拜五早上的時候是有看到說他這邊最高是到16426 那 我就想說好 那 再來主要要觀察就是他9點 9點這一開盤 的時候其實蠻重要的 他不是 會一個大量往上衝 不然就是會往下 那 這一個部分的話就很明顯 他就是 是往下的 那往下這一根的量 是蠻大的 就是有量去 承接接起來 這樣子 那 再到這個 9點15分的這一根也是有個量去 把他給 接了起來 所以我自己大概抓 就是大概抓他的 支撐 來說的話 如果是從 這個收盤是剛好 跌到這個附近 那我自己抓是抓 16 180左右 就是他支撐 這樣子 那他的壓力不變 就是不變 原因就是說 如果說他可以 跳空開高 禮拜一開盤的時候 跳空開高 那是一個 比較明顯的上漲的趨勢 那 也有可能是 開在這個 中間去震盪 畢竟中間這邊就是16180到16420中間有大概200多點可以去讓他震 對那 他的夜盤是拉高 那其實我講說夜盤如果要拉高的話 會不會 就是 早盤 其實是要下殺的 其實是要往下走 那 因為最近的行情 蠻多天都是有這樣的感覺 對 不是有感覺 就是這種情況 對 那 就是看之後的觀察 那 我有說 之後再上去這個165 1316500的附近也 會有一個 壓力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他有沒有量 他確實是有量 就是跟7月28號一樣 那其實今天 就算是有一個小小 好像看起來有點反轉的 行情 對那 我也 沒辦法去做 太大的預測 對那有可能 有很大機會是目前 這個 主力是要守住就是16000這個位置 對那 就是他從這邊 就是17500地方在跌下來 他 又跌了1500點 之後做反 那之後會不會再下去 其實 不好說 對 不太好說 因為 畢竟這個量 這個量也沒有左邊這個 就是這個 強力 下殺之後的反彈 這個量 還要大 所以可以看到他這邊 好就算 他這幾天下殺行情全部都比 這個7月28跟 8月20這個量還要大 那 會不會有可能這個 再上漲個幾天 這樣子 然後到 比如說 下禮拜三的結算 然後又往下掉 也是有這個可能性 對反正就是不要去預測這個行情 就是 去 因為股票他目前 在禮拜五時候有稍微回穩 對那 還是要看這個 股票價格 以這個價格去定論 好 那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講一下華奔店的部分 那如果你問我說華奔店跟 望紅 這 兩檔的話 我會比較想要 進哪一檔 我們先看他們的線圖 這是 華奔店的線圖 我切一個沒有東西的 這個線圖 就是大概 這樣子 大概接在腦海裡 那 可以看到望紅 他的線圖 長這樣 看起來好像 是 是有點 其實都大同小異 就是 差不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就是 這個 華奔店他的價格 其實好像 比較沒有那麼 活潑 我只活潑 是我抓不到 我抓不到他的 支撐很壓力 就是望紅 望紅就抓不到他的 壓力 他其實就是 比較偏 活潑的感覺 就是他這樣 線圖 其實你可以看到啦 他其實有點這樣亂亂挑 你看到 這是這樣子 那我再畫一下這個 華奔店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 就是望紅的部分的話 就是可以看到他的線圖 是有點亂跳 這樣子 對那華奔店是比較 平整 就是他 大部分都是 守在 這個區間 裡面 那 這個望紅的話 他是 你看這邊 有塗上去 然後這邊也跌下去 就是 他的 價格 他比較 這是怎麼講 這是比較 看不出來 他這個支撐壓力比較看不出來 那如果是以我自己的 想要進場 的話我 當然會比較 有意願去選擇 這是 華奔店的部分 對就是 可以很明顯 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大部分的價格 都是運行在這裡 這樣子 這個方框下來之後 不是就很明顯 對那 我其實是 在這個Google網 有去看到觀察到這個 籌碼的 這個 部分 那這個圖的話 是這個華奔店的 就是他 千元以上這個 籌碼變化 那他是大概 長這樣子 所以 千 千張以上 千張以上 剛才講說 大概占了59% 那我們看一下 望紅 可以看到望紅 他的這個籌碼 是比較凌亂的 那你說籌碼 凌亂 會不會 長 會不會跌 其實 都不太 知道啦 所以這是比較 應該說 假設好了 這個 千張的人 的這個主力 想要拉 那 這邊 有這個幾百張的 這個 中石戶 他沒有想要賣出去的意願 那當然 以示股價是 往上漲 對那 可以看到 華奔店跟 望紅 就可以很明顯的 知道說為什麼他 這個價格 會這樣 亂跳 對啊 亂亂跳 就是你就覺得 看起來就是 很凌亂嘛 因為我自己是有做這個 望紅 那 好像都是賠錢出場 好像也小賺 小賺 那多賠一點點 沒有要大賠 小賺多賠 對所以 如果是以我自己這個支撐 壓力派的來操作的話 那我會 比較想要選擇 華奔店 對其實因為 也不能說哪個會長比較多 哪個會長比較少 就是 不太知道 畢竟 股價拉台這也不是我們的事情 對我們只是 找一個比較適合的點位去 進場 這樣子 好那我切回原來的線 那我這邊抓的這個 支撐是大概28到28.2 對那 其實我是看 這個 5月12到 5月21 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想要抓這個位置 就是跟大家解釋一下 像這邊這個大概是 28.2 那 你看這裡 大量 那 這邊 也是 這個圖裡面 第二個大量的地方 他的籌碼 是大概集中在 28到28.2的位置 那我們就劃過去 之後 應該說 是 還蠻明顯的 可以看出來 只是說 我們 可以 也不能說 不用看 但是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把這個地方打 插插 就是這個地方 以下的 價格 我會覺得他是比較 看不懂 那 可以看到28 快的地方 他就是會有一個 莫名的支撐 對 那 就是在盤中的時候 也會有 那收盤也是守在這個地方 所以 就把這個 28到 28.2的位置 當作是他的支撐 對那今天收盤是收在28.4 對會想要 講解華邦店 剛才是講 說這個 就是長輪航跟華邦 那 會想要講是 在 因為聽到 古矮的這個 古矮 podcast 那他是有講這個 華邦店 就是這個 DRAM 反正他是做記憶體 那他 這個 他是有說這個董事長 他是 就是比較 老實的 他說他 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 他覺得說他自己的工夫 未來的 展望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是說他 去年今年明年 會 在蓋場 那蓋場之後會有 支出的高峰期 那 他是說到2023年會 回穩 這一個 穩定 對那 之後他的產能會增加 那如果我們 以單看這個資訊來講 如果說 他是一個 就是講話比較 誠實的人 那或許 今年的 股價可能 就開始 不會有表現 因為今年這個外資他有調降他的這個 評價 那 會不會在 明年才開始發動 其實 說不定也是有可能 對那 有可能在 我講的 這個 位置就開始震盪 也說不定 那 這個位置 還有一個 資訊來 就是來 恩 來看 對那 也是我大概在昨天的時候翻翻翻找找找 看到了 對那 這張圖就是他是 這個 3月 大概他抓大概6個月 就是3月2號到 這個8月20號的 這個 成交量 成交章數在哪 價位 這樣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 禮拜五的開盤 那他最後是收在這個28.4 那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說28.2 這個位置 就是我講的 這個是我後面才 去 看到 那 我那一天我聽到那個 podcast 我是自己去找 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不是 算是不是事後論 對我 但是 跟大家 解釋 大家應該也 沒辦法 去 證實 沒關係 反正就是 我是後面才看到說這個28.6 就哇 抓得蠻準的 這樣子 就是 剛好在這位置 但是 可以看到說 他這邊大概多少 13萬張 對那 這邊上面 其實有到13萬張的 地方就是 到這個 33.8的位置 33.8的位置 就是大概 在這條線 之上 對就是他這邊 重碼集中度很高 那 再來的話 28.2就是 這條線花過去的地方 對那 我自己是覺得說 還可以再 觀察看看 那 其實說老實說如果有 資金的話 或許 可以去 開始慢慢佈 也是一個 很好的 買進的時機點 那萬宏的話 其實 看這個重碼 其實剛好跟大家講說 他還蠻凌亂的嘛 就是 大家都握有 這個 中石戶也有 那大戶也有 大家都有 那 偏 變成說有一個大戶去 引籃這一個 不然就是 中石戶要 就是一起看多 這是比較 偏南的啦 所以 他的鼓叫才會這樣 浮浮洞洞洞 對那 我們去看一下他底下 這邊的話 我們是沒有去看到說他有一個比較 大的量 那 目前 比較接近他的位置是在這個 38塊的位置 就是一個比較大的 量的地方 那我們剛說他的資訊從這個3月到8月嘛 那我再回去看 可以看到他 這邊是 好像沒有什麼 支撐 就是左邊這邊啦 但是我覺得他價格應該還是會跟滑斑店很 相似 只是 他的 股價會比較活潑一點 對就是 會這樣亂亂跳的 那 他大部分這個價格 我猜啦 我自己覺得他也是偏就是 當衝去把他給 洗來洗去的 他價格如果 浮動的很浮誇 應該就是當 當衝去把他弄來弄去的 所以這檔我目前 我就直接不看 因為我 比較 就是 偏這個 滑斑店嘛 那 我就自然就不去看 雖然 他們其實都長得很像 對他們 都長得很像 那 那個 望虹的話 他是很容易去 吃到一個 長幅 那 很容易吃到一個跌幅 對反正就是 看個人 對那我覺得他們 應該 目前的操作應該都差不多 那 他們的漲幅 應該都是偏這個啦 就是 看一下這個 他們的漲幅應該大概都是偏這個 法人 對他 法人有買的話 他是 比較 容易漲 那 賣的話 就是 比較容易跌 對 就是像 這兩檔的話 就是 追蹤法人 或許 也是 不錯的 一個 直接看籌碼 部分 好那我們就 看一下這個 長浪航跟華航 那我們先用這個看好了 就大概快速的講一下 好我們先看華航的部分 華航的話我之前就講說他 其實他的表現 一直都沒有 比這個 長浪航好 那長浪航他其實撐了18塊撐了 一個月了喔 就是撐了一個月 那華航也是撐了一個月但是在 這個 禮拜四 的時候已經收破 那 禮拜五就跌得更低 那如果你手上其實還有持有這檔 股票的話你應該在什麼地方去 應該 說攤平嗎 對應該說是攤平 對 如果你手上還有持有這一檔 就是該在什麼 10點點 去 這個攤平這一檔 的話 我們是 目前 因為我 是最近才發現這個東西 我之前都不是這樣看 那我們看的話可以發現說他目前價格是在16.55 那他16塊的話是沒有一個 比較大的支撐 所以如果你有想接這檔的話 那建議的價格是在15到這個 15.5之間 對那 再來的話 就是14塊 對這個16塊如果有跌到這個16塊 我是覺得 可以不用進場 那如果有反彈的話 如果你成本低當然可以放 那如果有反彈 或許可以先 賣出也說不定 對因為 大盤在漲 他沒有漲 那 大盤在跌 他 一樣跌 那我們如果以這個 看一下這個三大法人賣超的話 是 可以看到他 三大法人是持續一直在 狂賣 就是看 這個線 不是看黑色 看另外一條線 他在底部的時候是有接起來 所以 他們其實在這個上面這個地方 其實是賺很多錢 那後面他就是 持續的賣潮 對 就一路這樣一直 延續的一直在賣 那 可以看到這個比例 比例的話 他已經賣到剩下 9% 對就是 還蠻少 就是賣到9% 那 他在最低那時候 就是在今年的時候 其實是 差不多在8%左右 那 其實就要看他 之後會不會繼續再賣 賣到8% 7% 那就可能 就更危險 那我們就 來看一下這個長榮行 那長榮行的話 其實他一直都很 比較 偏強勢 那他在 今天的收盤 收到了18塊 我自己也是 進出了好幾趟 這樣子 就是做一個很短的 價差 那我們如果來 看一下他的一些 價格 的話 我們 他目前嘛 在18塊 那 17.8 到18塊 應該是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 支撐啦 但是 是有機會下去 那17塊他 17.15也是一個 強力的 就是支撐 那再來的話 15.9 那目前是用這種看法來看 但是我還沒有一個 就是 實質就是 經驗跟大家講 對那 目前看來的話 我自己是用自己的方法看 那自己的方法看的話 是 這個18塊是撐蠻久 那再來 這檔 17塊 和15塊 再下去的話 他的這個 支撐的 價格 就是 應該是 比較偏少 對 就是 看一下14塊 16 16塊好了 14塊到 16塊 15塊的話 支撐就 影片少了 對 所以如果說 他 真的 之後 破了這個 16塊 是會 轉為一個偏 更加危險 部分 對 那邊是沒有一個 獅子的 買盤 對 如果以目前 短的來看的話 那長線當然前面之前就有到達這個價格 好那 我看時間好像已經 錄製了大概20分鐘左右 那 就 不講 這個 這三檔 那就直接講這個 台華投控好了 台華投控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圖 可以看到我之前是說他在175的位置可以 進場 那 其實他已經碰觸到這175 好多天了 對 已經碰到好多天了 那 那 之後行情要怎麼 去看 那我就是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先找一下175這個價格 我們可以看到175這個價格 大概成交章數是 9000張 那 9000張我是比較偏說他是一個 市場的 共識 因為 他 這個9000張是 今天我才看到 那 之前這邊好幾天其實都到這個 175 的位 那 所以說175這個位置 他確實原本是一個支撐 沒錯 但是說 就是他這個 成交章數 是最近才開始在增加 對所以 他其實 支撐的 力道沒有那麼強 那如果我們繼續往下看 我們可以看到 124這個位置 124的位置 是原本就有的 成交 成交章數 所以說如果他再繼續往下破的話 在下面看的支撐 就是直接差的50點 直接到175-50 直接到124這個位置 對所以 如果啊如果說我 進場 這檔股票 那如果他有一天 就是有一個比較長的黑K下殺下來 那我只會直接先出場 對那 之後在124的位置 看 怎樣的情況 再去 進場 那我會 特別講這一檔 原因是因為我看他 已經打到這個支撐好幾次 就是跟華王和長王一樣 那他打到好幾次是不是有機會我往下 因為他不夠強勢 那如果強勢的話他應該不會一直下來 對那 我就再去看一下他的這個 籌碼面的部分 可以看到說 這個法人的賣操 就是 有在 慢慢的出去啦 那 看一下他的籌碼 他籌碼其實跟望虹一樣 是 還蠻亂的 對就是他的籌碼是很亂 那為什麼說亂 我們看一下這個 萬海 就知道 他這個萬海 就是很浮誇 我剛剛看到說 這是有點嚇到 所以為什麼他的這個籌碼 幾乎都是大戶在捏著 對那 大戶捏著的話 就是有好有壞 就是他可能 跌跌不太下去 那 漲的話他可能 漲的話就是要這個大戶去拉 那 其他陽明跟長龍 大家簡單看一下 大部分都是賞戶在拉 可以看到這邊的這個 大戶的 這個 就是 他的 成交趴數 剛剛有說這個長龍其實 外資其實已經出蠻多 對所以 我只是想要提醒一下這個台灣通 如果你在這個175位置 是有 做進場的 那再來下一個支撐 會 變得說是在124位置 那 這一個是台灣投控的法人 沙拉法人 可以看到他已經賣到剩下多少 今天收盤已經賣到 10.98% 10.98% 看好 那他前面這邊他還沒漲起來的時候 這邊還有15% 那14% 13% 但是今天已經賣到 就是剩下 10.98% 這個行情就是大家自己去判斷嘛 對那就看看現在目前的狀況 對那 我是覺得說目前的話 他是 就是靠著這個 他是靠這個當沖在 把價格拉上去 對他是靠這個當沖在拉 所以我會覺得說他目前是有一點 偏危險的感覺 所以就特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 今天這個 華邦店 萬宏 長龍行 華航跟 台華 頭控 大概 講 這5檔 那主要是 想要講 這個 華邦店 跟萬宏兩 之間做選擇 會比較想要選 哪一個 應該說我比較 保守一點 所以我會比較選 剛跟大家解釋過的 就是我會比較想要選擇 就是我比較看得懂的趨勢 對 因為如果 就很簡單 這樣畫兩條線 就是在 這個區域裡面 那這個 萬宏就是有 我這個畫劑的地方 都是他自己 是突出去的地方 就是他的 表現就很活潑 那 我自己當時候抓這個 45.2 的時候 我在這個地方好像 好像 觀察 但沒有進場 然後後面又撒下來 那 所以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好像越看越看不懂 對 之後就沒有進場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有進場 但是 就覺得這個 支撐和壓力好像 沒什麼 屁用的樣子 只是他表現得 太過於活潑 因為 可能籌碼 太過於凌亂 對可以看到 這個 8月 8月13號好了 可以看到他 是 下殺的 比這個 滑斑店還要那個 多啦 就是大概下殺6% 那 滑斑店的話 大概就是 欸 滑斑店也7%啦 但是他下殺之後就開始 在這個地方 好像 貌似 好像有點 看得懂他的感覺 對 就是 比較看得懂的 就會比較想要操作 那 今天的分享就 大概到這邊 那 那就是還有這個 長龍、望鵝和陽明的話 可能之後再 看看之後的行情 那 之後可能 會再 分享 這樣子 好那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記得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訂閱